今天是來韓國的最後一天 大家早安 今天呢是來韓國的最後一天 然後先給大家看一下我這個 新買的帽子 只能說這頂帽子呢 非常的深得我心 然後非常好看 因為這家店要預約才能逛 所以就有點麻煩 那今天呢目標就是來到聖水站 然後要來跟大家說 把幾間咖啡廳來 但是我們現在上網做了功課 就今天只會先去3到4家左右 所以你們呢如果想要來拍照 你們就一定要來我介紹這幾家店 第一家店呢 要帶大家來的就是 我們在宏大也是大排長龍 然後你們可以從聖水站的2號出口出來之後 直走就會到了 然後它裡面最紅的就是一個 玫瑰的牛膠捲 所以看一下今天有沒有拍對 對囉 看 給大家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它都是把它桌上 所以你們就是可以看要吃什麼 然後整家店呢 是呈現比較黑色感的 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呢 非常漂亮 非常的漂亮 現在要來點餐了 跟大家講一下這個餐點就是 我們的那個玫瑰啊 賣完了 所以我們就是準備點了 兩種不一樣的東西 好 換來的 這是我們今天點的餐點 給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他们的新产品,感谢这个品牌 这个是什么的口感 吃吃一点的口感 这个 麵器有点像草莓 草莓 外面是软,里面是硬的,非常废话 非常好吃 你吃一碗,你吃一碗 一百歲耶 拍得这么爽 你看他自己手上有件事 就严格的能收 看一下 可以拿到一半 好吃 但他蛮酸的 不喜欢酸 但是他是好吃的 非常好吃 但是没有到惊人的程度 就是他里面是 感觉有点像放蛋 感觉非常的松软 这个呢,里面没有 没有任何的料 我以为会有料 那你说他很惊人,我自己没有觉得很惊人 但是他的造型非常漂亮 非常老实 但是我必须说 刚刚这个人脸咖啡 非常好喝 所以大家来一定要点这个 嗯 这杯叫做 cold cold有什么咖啡的 超级好喝 我觉得他的蛋糕 因为很多so out 但我们现在就是蛮信用的 我觉得咖啡比蛋糕还要好喝 所以 快点给你们,因为这边真的非常好拍照 全部是以黑色为鸡 我们第一间吃完了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下一间咖啡厅 为什么这间会红呢? 就是我在搜寻资料的时候 就说BTS 有人在那个橘色的玻璃门拍了一张照片 所以这家咖啡厅呢 后来就有很多人慕名而来 对,那我也是慕名而来 好的,据说呢 就是这片玻璃 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片玻璃 他就在这片玻璃拍了一张照 然后就非常的好喝 我们现在就接着来看看这个 好不好吃呢 高 好的,这边呢 就是属于蛋糕 麵包 自己看 然后因为现在很多 都没有 所以可以把海洋 都没有 所以 如果要吃到麵包 还记得要早一点来 然后最后呢 好像是 我觉得没有早点 也没有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逛到了一家店 看到了一个 紫色的New Balance 非常想卖 但是我们的行李箱已经爆炸了 然后我们这边就是说 谁买 再买就要打巴掌 用力 可以用力打 好想买 怎么这么漂亮 没看过这个颜色的New Balance 如果网友 你们就是 哪里有卖 给我提煉姐给我 因为我们在前往下一间的过程当中 我突然发现一间非常漂亮的咖啡厅 来给大家看一下 来这间非常多人 然后它就是还有楼上的 然后它就是在我们刚刚BTS的旁边 哇 这间很猛欸 因为我刚绕到别侧 反正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海外景 它外面有一个非常好拍的墙壁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墙 拍照 那边有些穿搭 在我们前进下一间的咖啡厅的时候 然后突然发现 有一间卖面包的在排队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是在排什么呢 好像是可颂面包 来看一下 好像为大家试吃 去排 去排 非常好吃 去排 但是它就是咸的可颂 然后非常的软 然后 好好吃喔 然后一在里面呢 有四块 后面到排桑楼 好吃 好的 今天真正的最后一家隐藏饭 是我们前几天 本来要去江南吃饭的时候 然后就有路上大塞车 然后我们就看到一间 疑似 要渡河的一间咖啡厅 非常的美 但我们不知道好不好吃 但我网路上也查不到这个店名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实际 带大家来体验这家店 到底多漂亮 然后 它在小巷子里面 非常难找 出吧 很神秘的咖啡厅就是这一间 这一间咖啡厅就是 Gran Report 就是我们的漂亮 然后这个是 食客表 它一进来呢 就是有一个 很美的拍照区 对 然后这个拍照区呢 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 就是 大概 噢 噢 大家可以在这个区块拍照 因为 这边有一个可以拍照的地方 非常 有氛围 然后 我们就进去看一下咯 好了 一进人 Oh my god Oh my god 然后 这边呢就是有一些 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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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变 然后 椅子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的感觉 这样子的感觉 呃 设计感基本上就是全黑的 然后 在 餐厅的 里面呢 就是还有一个 呃 非常大的 树的 植栽 植栽 植栽是植物设计 非常的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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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在二楼 因为 我们现在是晚餐时间 所以 不知道会不会选择这家餐厅 那给你们看一下它内部的装潢 因为它的设计 整个就是很像 气象派 非常的漂亮 但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吃 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吃 主餐 对 所以这家咖啡厅呢 就觉得好多哦 我们刚刚在门口拍的那个 时刻表 为什么会有时刻表呢 原因就是因为 真的 里面有船 它里面有一个很像 拖到是咖啡厅的位置 还是什么 就是 你得坐这一艘船 才能走得到里面 这样子 给你们看一下 现在就是 这个船 要去迎接这边的人 然后这边的人呢 要坐船 才可以到最里面的那个餐厅 而且你说 韩国的咖啡厅 到底要多厉害 好 我们现在 咖啡厅的部分 介绍完了 然后 我们就是要来找晚餐了哟 我们走一走 又觉得有一间咖啡厅 也还蛮美的 就是这间 整个外观呢 是工业风 整个外观呢 应该叫小林仓库吧 然后里面就叫做公鸟 然后 里面就叫做公鸟 然后呢 然后呢 它的位置呢 就是 就是有一个 很普通的 央子 可以搭拌到一些 的央子 然后 有很多卡 然后 整个都有 木头感的感觉 就是 超好美 这个感觉超好吃 各位观众朋友 我跟你们说 我们在深水道 走一走 突然 到了 梦寐以终的地方 One Million 我还给你们看一下 舞蹈教室 One Million 就在深水道 到底有多大 今天有课吗 因为我们本来 茶是没课的 隨便吃 你也要吃 你還沒到 你還沒到 我的晚餐呢最後選擇來到這間 也是大排長龍的 海谷店 剛剛有下排的 排得非常的長 聽說這家店也會中文 所以我們要再吃吃看 不好吃囉 剛排隊差不多 排了快一個小時左右 這個店呢只買一個東西 所以你就可以在門口 現在選擇要吃大功曉 那我們今天點吃中份 吃一個排骨湯 看來想怎麼吃 我們來試吃 這個排骨湯 走 再想看 非常的大 它的肉呢非常的好咬 然後它的湯不是辣的那種 然後非常好吃 它的肉就不會更多裡面的很死 很像我們在台灣吃的那個大骨肉 然後呢它這邊就是這個鍋吃完了 所以他們如果你要吃飯的話 它可以乾鍋炒飯 這樣 是好吃 我覺得如果你第一次來聖水洞的話 一定要來吃這樣 好的我們吃完離開了 然後現在呢就是有一個拍貼機 非常的火紅 就是這一間 X 然後你看一下這個時間外面還在打牌場 本來說想要拍的 但是今天在排隊我們就 不拍了 因為這邊也是流行養胎的 沒關係 我們就下次見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即將在睡前呢 然後想說再發現了一間酒吧 OMG 來宏大的大家 你們一定要來喝這一間 目前 首爾韓國喝到的第一名的酒吧 就是這一間了 我們今天的韓國的行程呢 就是結束囉 然後這個影片應該會非常的瑣碎 就是 告訴大家 五天四夜要這麼晚 對 那 記得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我們會抽獎唷 那我們 旅程的Vlog下次見 晚安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